今天吃88颗瓜子 每颗瓜子高度控制在24到26毫米 将瓜子的底部切去四分之一 选择这个位置是避免伤害到瓜子人 包去坚硬的外壳 看看每颗瓜子人都是如此的饱满 像不像白胖胖的宝宝 接下来制作薯片 依照模具挖出花瓣形的薯片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已经猜到结果了呢 猜到的评论区告诉我 白胖开始转圈圈 大功告成 女士们先生们请享用吧 今天吃酒跟烤冷面 首先将冷面按顺时针方向卷成顶状 在高达220度的烫板的制烤下 面与面会产生热熔反应 并最终融合在一起 以火腿的直径作为尺寸标准 将冷面饼修改至标准尺寸 如此复制将九根冷面制成九支冷面饼 这看起来像不像漂亮的糖果 接下来把火腿切八片 剩下的保存起来留到下一餐 第三步将野草的叶子也剪成同样大小的圆 充满仪式感的装备环节到了 先休息一下 九层塔摆完了 淋上九滴老干妈 盛开九朵的野花 女士们先生们请享用吧 别压着别压着